第33章,我们国家还是一个穷国,还是一个农业国,还是一个手工业,手工技术的国家。为了这个,我们就要进行一个技术革命。同时,我们又是一个文盲国家,有80%的文盲,全国人民都要提高文化,这就要进行一个文化革命。 话说,1957年3月19日清晨,毛泽东在徐州机场的专列上接见了地委书记胡红,市委书记陶友亮,市长张洪范,向他们了解徐州工业生产方面的情况。 陶友亮介绍了徐州的煤矿和立国铁矿的情况。毛泽东问立国铁矿的矿石品位如何?陶友亮回答说,质量很好,可以直接炼钢。毛泽东又问,含流量怎样?张洪范回答说,含流量很高。 毛泽东马上纠正说,应该是含流量很低。他还说,徐州的煤和铁在江苏省地位很重要。你们要做好工作,大力发展煤炭工业、钢铁工业。有了煤炭、钢铁,其他工业就好发展了。 谈到发展工业要合理布局,毛泽东说,徐州要发展重工业,也要发展轻工业,照顾市场,不要激情发展。他问道,徐州离周围大城市有多远? 陶友量说,徐州离南京、济南、郑州三地都是七百里左右。毛泽东强调说,你们要发展轻工业、日用品工业,满足人民生活需要。这样,城市就业问题也好解决了。 谈到徐州的交通,毛泽东说,徐州除了是铁路交通枢纽外,还有运河、有湖。他问,徐州北面是哪几个湖?陶友量回答说,是威山湖、渤山湖、南阳湖、昭阳湖。 毛泽东还问到夏四湖,即洛马湖、城子湖、洪泽湖和白马湖,问及徐州辖区内的刘邦故乡配线。 胡鸿向毛泽东汇报了心仪、素签两线之间的洛马湖的一些情况。 毛泽东说,徐州也要相应地发展水路交通。 这次谈话有一个多小时。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与他们一起吃早饭,一个炒鸡蛋,一个炒肉片。 早饭后,毛泽东登上专机飞往南京徐州古城的风物人情依然在他的意念中盘缓。 他看见秘书林克在看书,就问道,你读没读过萨都拉的蓬城怀骨? 林克说,没有读过。 毛泽东就把林克手中的书拿过来,在书的飞页和窄窄的书边上,写下了原朝人萨都拉的蓬城怀骨一字的全文,古徐州行圣,笑魔尽,几英雄。 想铁甲重铜,乌追汗血,御仗连空。 楚歌八千子弟冰散,料梦魂,应不到江东。 空有黄河如带,乱山回河云龙。 汉家陵却起秋风,何蜀满关中。 更戏马台荒,话没人远,燕子楼空。 人生百年如祭,且开怀,一饮尽千中。 回首荒城携日,以栏目送飞红。 毛泽东写完了,停下笔,对林克说, 萨都拉是蒙古人,出生在现在的山西燕门一带。 他的词写得不错,有英雄豪迈,博大苍凉之气。 这首词牌叫木兰花曼,原题是蓬城怀骨。 蓬城就是徐州,就是那个传说,活到八百岁的蓬祖的家乡。 重铜指的是西楚霸王项羽,司马迁史记中提及项羽其貌不凡,铁马重铜。 他的座棋叫乌追,起初兵多师大,可惜有勇无谋,不讲政策, 丧失人心。 最后,兵败该下,自吻乌江。 毛泽东说到这里,又在林克的书上写道, 项羽重铜,犹有乌江之败,襄东一幕,宁为赤县所归。 他放下笔,又说,襄东一幕,指的是梁武帝年间的襄东王萧义, 幼年时瞎了一只眼。 他后来好学成才,平定侯景,即位降临。 西马台原是项羽阅兵的地方,流域北伐时,也曾在此大会将校宾客,横朔赴诗,气势如蓝。 话没人,用的是西汉张场的故事。 此人直言赶见。 燕子楼,为唐朝驻徐州节度使张北所见。 张北席父职驻节徐州,节时彭成鸣机关盼盼,收取为妾。 他歌舞双绝,游功诗文。 张死后归葬洛阳,探盘炼章旧情,独守空楼十余年。 小楼多燕子,顾名燕子楼。 诗人白居易过徐州,因此故事写了一首七诀,满窗明月满年霜,被冷灯蚕扶卧床。 燕子楼中双月夜,秋来,只为一人长。 萨都那写了这些有关徐州的典故,调骨伤金,感慨人生,大有英雄,一去不复返。 此地空于乱山川的情调。 初一略看,好似低沉颓唐,实际上,他的感情很激烈深沉。 毛泽东说完了,吸了一口烟,又说,请老师教,应对是。 此时,摄影师趁毛泽东在学英语时,为他拍摄了一张照片,后来被称作是飞机上的工作照。 3月19日中午12时,毛泽东飞抵南京,住在原美国驻华使馆。 稍事休息后,他立即召集江苏、安徽两省和上海市的负责人座谈,了解情况。 座谈会结束后,他细心地写下了一个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的提纲, 还特别在提纲的下面著名是1957年3月19日于南京。 3月20日上午8点,坐落在南京市中心长江路中段的大会堂里,身着清一色蓝制服的江苏、安徽省市党政机关党员干部和身着容装的南京军区的领导人, 集集一堂,可以容纳三千多人的大会堂,楼上楼下,坐无虚席。 毛泽东在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卫青等人的陪同下,缓步来到主席台上,微笑着贫皮挥手。 会场里顿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也惊久不息。 毛泽东落座后,江卫青走到台前,激情地说,今天召开党员干部大会,请毛主席来给我们做重要讲话。 江卫青的话音一落,台下又爆发出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 毛泽东摆摆手,习惯地擦根火柴,点燃了一支香烟,吸了一口,开口便说,我变成了一个游说先生,一路来到处讲一点话。 这开头第一句话,就使得整个会场显得轻松,活泼,顿了一下。 他接着说,南京这个地方,我看是个好地方,龙磐虎具。 但有一位先生,他叫张太炎,他说这龙磐虎具是古人之虚言,是古人讲的假话。 看起来,这在国民党是一个虚言,国民党在这里,搞了二十多年,就被人民赶走了。 现在在人民手里,我看南京还是个好地方。 毛泽东又吸了一口烟,环视了一下全场,说,现在我们处在一个转变时期,就是过去的一种斗争,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了,基本上完毕了。 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是阶级斗争,对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的斗争,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也是阶级斗争。 后来呢,我们又搞社会主义运动,社会主义改造,但它的性质也是阶级斗争的性质。 从总的来说,过去我们几十年,就干了个阶级斗争,改变了一个上层建筑,旧的政府,蒋介石的政府,我们把它打倒了,建立了人民政府,改变了生产关系,改变了社会经济制度。 从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来说,我们的社会面貌改变了。 毛泽东说到这里,环顾了一下这个,曾经是国民政府召开国民大会的场所,说道,你看,我们这个会场在座的人,不是国民党,而是共产党。 从前,我们这些人,这个地方是不能来的,哪一个大城市,都不许我们去的。 如此看来,是改变了,而且改变好几年了。 阶级斗争,不仅仅改变了上层建筑和社会经济制度,它也能为改变另外一件事开辟道路,就是为发展生产,为建设开辟道路,为人民生活的改善,为由农业国到工业国的开辟道路。 我们现在是处在这么一个变革的时期,由阶级斗争,到了向自然借作斗争。 要改变生活,要搞建设,就要向自然借作斗争。 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我们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和后头的社会主义革命,到技术革命,到文化革命。 这个方面,我们过去使用手工,用手使用的工具,摆索桌椅板凳的,用手去种粮食种棉花的,一切都是用手。 现在要改为用机器,使用机器那么一种技术,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革命。 没有这样一种革命,我们这个国家,但是政治改变了,社会制度改变了,我们国家还是一个穷国,还是一个农业国,还是一个手工业,手工技术的国家。 为了这个,我们就要进行一个技术革命。 同时,我们又是一个文盲国家,有80%的文盲,全国人民都要提高文化,这就要进行一个文化革命。 现在,似乎还有一些人,不认识这么一种变化。 有些人讲,到了社会主义,大概是要过好生活了。 这就是不懂什么叫社会主义。 现在,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这种新的生产关系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立好。 至于用主要力量搞生产,我们才刚刚开始。 没有生产就没有生活,没有多的生产就没有好的生活。 毛泽东扫视着全场,满怀豪情地说,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要多少年呢? 我看大概要100年吧。 要分几步来走,大致说来,有十几年要稍微好一点,有个二三十年就更好一点, 有个五十年可以勉强像个样子,有一百年那就了不起,那就和现在大不相同。 要一百年,我就不在这个世界上了,就不能享福了。 要进行艰苦奋斗,白手起家的教育。 我们现在是白手起家,祖宗给我们的很少。 让我们跟全国人民一道,跟国家一道,跟青年们一道,干他的几十年。 这个世纪,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 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建设。 毛泽东讲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人民闹事如何处理。 他说,对人民闹事,要采取完全新的方法。 对犯了法的人,应该按照法律程序处理。 其他的人,应该说服教育,不要开除。 你这里开除,是以临为贺。 许多同志对于人民跟我们闹事,没有精神准备。 因为过去我们跟人民一道反对敌人,现在敌人不在了,看不见敌人了,就剩下我们跟人民。 他有事情,不向你闹,向谁去闹呢? 对于人民闹事,有主张用老办法对付的,就有几个地方,叫警察抓人。 我说,学生罢课叫警察抓人,这是国民党的办法。 也有束手无策的,完全是没有办法。 不怕帝国主义,不怕国民党,就是怕老百姓。 过去那一套,他是好手。 要讲对付人民闹事,他没有学好,这一课没有上过。 要跟党内党外公开地提出这个问题,展开讨论,办法就出来了。 他还说,现在存在的两种观点都不妥当。 一种是右的观点,认为,世界上太平无事了,对于一些应该处理的反动分子和坏人。 不依法处理。 这方面,现在各省都有发生,应该注意。 另一种是夸大的观点,左的观点,说现在还有很多反革命。 现在还有暗藏的反革命,这一点要肯定。 但是过去肃反根本上是正确的,我们中国不会出匈牙利那样的事情,其中有一条原因,就是我们肃清了反革命。 毛泽东讲的第三个问题是,统筹坚固,适大安排,加强思想教育的方针。 关于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问题,他对面前的这几千个跟着他出生入死的工农出身的大老粗部下, 尊重告诫说,对这几百万知识分子,我们如果看不起他们,如果以为可以不要他们,这种观点是不妥当的。 我们离不开他们。 我们离开这几百万知识分子,可以说一步都不能走。 这几百万知识分子是有用之人,是我们的财产,是人民的教员。 对这些人不能搞围城奋论,对他们的进步应该肯定。 毛泽东讲的第四个问题是,摆花齐放,摆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他说,现在党外人士深怕我们收,说我们放得不够。 我们的同志则有一点想收。 中央的意见是,应该坚持摆花齐放,摆家争鸣的方针,应该放,而不是收。 高压政策不能解决问题,人民内部的问题不能采取高压政策。 这样做,会不会天下大乱? 会不会像匈牙利事件那样,把人民政府打倒? 不会。 中国的情形跟匈牙利不同,共产党有很高的威信,人民政府有很高的威信。 马克思主义是真理,这是批评不倒的。 毛泽东最后讲的是整风问题。 他说,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 有些同志缺乏这种热情,缺乏这种精神,停滞下来了。 这种现象不好,应该对这些同志进行教育。 毛泽东讲话结束了,暴风雨般的掌声经久不息。 他离开座位,缓步走到台前,向他的基层指挥员们挥手告别。 3月2日下午一时,毛泽东乘飞机由南京飞往上海,途经镇江上空时,他触景生情,讲起了宋朝人心气急的词作。 情之所致,奋笔手输了《南乡子》,登京口北固庭有怀,何处往神州。 满眼风光北固楼。 千古兴亡多少事? 悠悠。 不尽长江滚滚流。 年少万都谋,作断东南战未休。 天下英雄谁敌手? 曹刘。 生子当如孙众谋。 一幅酣畅淋漓的毛体书法作品写出来了,他又兴致勃勃地给身边的工作人员解说了《新气急》这首词的典故。 他说,京口北固庭在镇江东北,京口曾是三国时吴国孙权建都的地方。 这首词里的《不尽长江滚滚流》是借引不辅施的句子。 生子当如孙众谋是借引曹操的语言。 三国演义中曹操和刘备逐九类英雄。 曹操说,扶英雄者,胸怀大志,富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 刘备问,谁能当之? 曹操以手指刘备后自指说,当今天下英雄,为使君与操儿。 毛泽东顿了一下。 又说,刘备比曹操所见略迟,但刘备这个人会用人,能团结人,终成大事。 不少工作人员以前多次听毛泽东讲过三国故事,但这一次看着他又是龙飞风舞的书写,又是会声会色的评说,仍然是百听不厌,感分不已。 飞抵上海后,毛泽东没有休息,而是驱车到海边游了一会儿游,算是放松。 下午五时,毛泽东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向一千多名处以上干部宣讲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这是他此次南下的第四次讲话,其内容和在南京的讲话大致相同,但相比较更为系统一些。 关于当前阶段的基本特点,他又强调说,在我们目前的新的任务,就是建设,建设也是一种革命,就是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 要团结整个社会的成员,全国人民,向自然借作斗争。 当然,在建设过程中,还是离步了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在目前的过渡时期中,人与人之间的斗争还包括着阶级斗争。 我们说阶级斗争基本完结,就是说还有些没有完结,特别是在思想方面,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还要延长一个相当长久的时间。 这样一种形式,我们党是看到了的。 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吉同志的报告和大会的决议都说到,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了。 随着敌我矛盾在国内基本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开始比过去显露了。 但是至今还有许多同志对于这种形式不很清楚,还用过去一些老的方法来对待新的问题。 应该说,在过去一个时期内,中央对这个问题也没有做详细说明,这是因为这个变化还是在不久以前才成熟的。 比如,我在去年四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了十条关系,其中有两条,一条是敌我问题,一条是是非问题。 在那个时候,还没有说到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了,到了去年下半年党召开代表大会的时候,才可以肯定地讲这一点。 现在情况更明白了,就需要更加明白地告诉全党,不要使用老的方法来对待新的问题,要分清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 必须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我们今天应该公开讲这个问题,不但在内部,在党内,而且在报纸上讲清楚这个问题,做出适当的结论。 上海市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毛泽东在讲话中又强调说,我们的任务就是争取他们,要在比如三个五年计划之内,还有十一年,使整个知识分子在学习马克思主义,跟工人农民结合的问题上,前进一步。 其中大概要有三分之一的知识分子,或者入了党,或者是党外积极分子,然后再进一步,争取其余的知识分子。 我们要这样分步骤地改变知识界的状况,改变他们的世界观。 关于文艺的工农兵方向问题,毛泽东又强调说,文艺当然是工农兵方向,没有别的方向。 你还能搞那个地主方向,资产阶级方向,帝国主义方向。 现在怀疑工农兵方向的知识分子,还是反映了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的富裕阶层的思想。 我们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团结争取过来,条件是完全充分的。 但是也还需要时间,要有十几年,二十几年那么长的时间,不能快,不能忙。 马克思主义只能逐渐说服人,不能强迫冠进去,冠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关于中央的放的方针,他强调说,不但在纯粹科学艺术的问题上,而且在涉及政治性的是非问题上,只要不属于反革命一类,也应该让他们自由讲话。 一般人民说错了话,或者闹了事,不能对他们使用专政的方法,只能采取民主的方法。 关于整风问题,毛泽东强调说,我们跟党外人士的关系,应该比过去进一步,这也是整风的任务之一。 现在是隔着一层,党与非党有一点界限是必要的,没有区别是不好的。 应该有区别,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不要有一条深沟。 现在的情况就是,有许多地方党内党外这个沟太深了,应该把这个沟填起来。 要跟他们讲真心话,这样他们会进步得更快些。 不要讲一半,还留一半在家里。 毛泽东最后满怀信心地说,我们采取上面所说的这些方针,会不会妨害党的领导? 我们希望造成这样一个中国,希望把我们国家变成这样一个活泼的国家,使人们敢于批评,敢于说话,有意见敢于说,不要使人不敢说。 我们采取这样的方针,我相信人民的政治情况,人民跟政府的关系,领导者跟被领导者的关系,人民跟人民之间的关系,就将是一种合理的活泼的关系。 这样我们的文化、科学、经济、政治,我们整个国家,就一定可以比较快地繁荣发展起来。 我们国家就会变成一个有近代农业的工业化的国家,人民的生活会要好起来,我们的希望就一定可以实现。 3月21日下午,毛泽东在上海约见了周古城、金月林、郑鑫、贺林、王芳明几位学者。 周古城家居上海,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史学会会长。 毛泽东对上海市副市长许建国等人说,周古城是我的老朋友,我认识他比认识你们还早得多。 周古城受宠若惊,赶紧申明说,许副市长,我是个不争气的人,我怕死。 毛泽东不以为然,他说,不要紧,没有人怪你。 周古城所说的怕死,是指他在大革命失败后,跑到上海以一书卖文为生的那段经历。 毛泽东谈到了中国革命的实践,他说,中国革命开始是很困难,陈独秀、王明、李立三、徐修白、张国焘等人跟着别人跑,使中国革命遭受了一个又一个的失败。 直到1949年,我们眼看就要过长江的时候,还有人阻止,据说千万不能过长江,过了就会引起美国出兵,中国就可能出现南北朝。 毛泽东点着烟,接着说,我没有听他们的。 我们过了长江,美国并没有出兵,中国也没有出现南北朝。 如果我们听了他的话,中国倒真可能出现南北朝。 后来,我会见了阻止我们过长江的人,他的第一句话就说,胜利者是不应该受责备的。 我没有听他的话,他并不责怪,反而肯定了我们是胜利者。 可见实事求是,独立思考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革命的胜利,可以说是实事求是,独立思考的胜利。 陈独秀,王明,李立三,瞿修白,张国焘,都不能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却盲目地跟着别人的指挥棒转。 所以,他们只能把中国革命引向失败。 搞科学研究,也必须实事求是,独立思考。 千万不能把自己的脑袋长在别人的脖子上。 对老师不要迷信。 清出于蓝,而胜于蓝。 老师的成绩和优点,应该学习,应该继承发扬,老师的缺点和错误,要善意地批评指出。 晚上九十十分,毛泽东呈专列离开上海,于子夜十分到达终点站杭州。 此时,周恩来、陈云、伯一波、李先念、黄克成都在杭州。 3月22日晚,毛泽东在杭州饭店会见在杭州访问的杰克斯洛伐克总理威廉·西洛基。 以西洛基总理为首的杰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及随性人员,是在3月21日抵达杭州的,由在杭州的周恩来负责接待。 22日下午,周恩来和西洛基等进行第三次会谈,继续讨论经济互助问题。 会谈结束后,周恩来向毛泽东做了汇报。 毛泽东决定晚上在杭州饭店会见西洛基总理。 4日晚,毛泽东在会见西洛基时说,美国、英国这些国家要搞两个中国的阴谋。 他们想一方面承认我们,一方面又承认台湾。 我们的方针是,承认我们就不能承认台湾。 我们不怕他们不承认。 此后,毛泽东一边休息,一边办公。 他听取了博一波关于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汇报。 3月24日晚,毛泽东召集开会,听取李先念关于1956年财政收支情况和1957年财政预算问题的汇报。 3月2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 他写道,在最近半年内,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群众性的游行请愿和其他类似事件,比以前有了显著的增加。 全国各地,大大小小,大约共有一万多工人罢工,一万多学生罢课。 这种现象值得我们严重的注意。 这类事件在最近时期发生的比过去为多,有一些临时性的原因,但是这种现象绝不应该认为只是暂时的。 从根本上说来,在人民推翻了共同敌人,消灭了剥削制度以后,我国人民已经形成了新的伟大的团结。 党和人民政府同人民群众之间,整个地说来,存在着广泛的密切的联系。 人民群众从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和各项建树中,认识到党和人民政府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者,是人民群众前进的向导。 人民群众和领导者的根本的利害关系是一致的。 因此,在正常情况下,人民群众一般是拥护他们的领导者的。 但是这不是说人民群众和他们的领导者之间没有矛盾。 必须了解,社会主义社会虽然消灭了过去的矛盾,但是它本身又包含着新的矛盾。 由于国内的敌我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人民群众和他们的领导者之间的矛盾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显露出来了。 人民群众是直接参加生产劳动,主要是体力劳动,而一般的难于直接行使管理权利的。 他们容易着重于从当时当地的局部情况去观察问题,容易重视目前利益和局部利益,而比较难于了解建设中的困难。 人民群众的领导者直接行使管理权利,而一般的难于参加体力劳动。 他们一般的比较能够看到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而比较容易疏忽各部分人民群众的具体情况和切身要求。 这两部分人之间是必然有矛盾的,但是这种矛盾是根本一致中的矛盾。 人民群众的领导者预示注意联系群众,保持和发扬实事求是的群众路线作风,随时发现和解决人民群众中的问题,这种矛盾就愈小。 如果脱离群众,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不解决或者不正确地解决人民群众中的问题,这种矛盾就愈大。 但是从根本的性质说来,人民群众和他们的领导者之间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非对抗性的矛盾,而不属于敌我之间的对抗性的矛盾。 经验证明,人民内部的矛盾一般的都可以和应该在民主集中式的范围内,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解决,也就是说,应当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 因此,一般的说,为了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不需要采取罢工罢课游行请愿一类的方式,采取这种方式,一般地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 因此,我们不但不提倡这类事件,而且应该力求防止这类事件。 事实上,凡是我们的工作做得较好,对群众的联系较好,群众的觉悟较高的地方,这类事件就很少发生。 这类事件的发生,首先是由于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特别是由于领导者的官僚主义。 在某些特殊情形下,如果领导者的官僚主义极端严重,群众几乎没有任何民主权利,因而无法通过团结、批评、团结的正常方式解决问题。 那么,群众采取罢工罢课游行请愿等类非常方式,就会成为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必要的。 党对于这种现象,必须从全面的认识处罚,采取正确的方针和办法。 从最近情况看来,不少地方和部门对待这类事件的方针和办法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也有许多地方和部门的领导者对待这类事件的方针和办法却是错误的。 他们不了解或者不愿意承认官僚主义和工作中的错误是造成这些事件的主要原因,而且往往混淆了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 用类似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以致造成了一些不好的结果。 为了从根本上避免这类事件的发生,而在发生事件后避免采取错误的方针和办法,中央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有引起全党注意和统一全党认识的必要。 为了防止罢工罢课一类事件的发生,根本办法是随时注意调整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关系中存在的问题, 首先是克服官僚主义,扩大民主。 克服官僚主义需要加强由上而下的领导,同时需要动员群众的力量,实行由下而上的监督。 在工厂和学校中扩大民主,是依靠群众克服官僚主义的有效的步骤。 职工和学生为了促进问题的解决,推派小型的代表团到任何上级组织去请愿,或者向上级组织派来的人员请愿,应该认为是完全合法、完全正常的行动,不得作为闹事看待。 为了防止罢工罢课一类事件的发生,除了扩大民主以外,还必须加强群众中的思想政治教育。 这也是反官僚主义的任务之一。 由于我们在工人群众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薄弱,而工人队伍又增长很快,一部分工人忽视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倾向有了发展。 在学生和知识分子中,埋头业务不问政治,斤斤计较个人生活地位和其他不正确的倾向,也逐渐抬头。 应该针对这种情况,对群众进行教育,使群众深刻了解我们的工作和学习都是为了一个崇高的目的,建设社会主义和准备实现共产主义。 而为了达到这个远大的目的,就必须经过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 应该通过生动的事实教育群众,使群众觉悟到我们现在的生活比过去一般的说来,已有相当大的改善。 但是由于我国长期落后,不可能在短期间把一切问题都解决,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求得解决。 本单位的领导人员和高级机关的领导人员都必须经常向群众做报告,同群众谈话,讲解为群众所关心的当前问题。 在这些讲话中,必须采取老实态度,对群众说真话,不要夸大事情的有利方面,而隐瞒事情的不利方面。 不要随便许愿,使群众在诺言不能对现实感觉失望受骗。 应该把困难的情况、原因、性质和解决办法告诉群众,领导和动员他们共同克服困难,使他们对困难有准备,对前途有信心。 应该使群众了解,我国目前还处在由落后的农业国,逐步变为先进的工业国的过渡时期,国家财力有限,干部经验有限,人民生活中的许多困难和建设工作中的许多错误缺点是不可避免的。 如果认为在全国解放后的短短几年内,什么事情就都可以做得实权实美,社会和个人的各种需要就都可以完全满足,这纯粹是一种没有根据的幻想。 而且,就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后,生活也仍然会有困难,工作也仍然会有缺点,人民内部也仍然会有矛盾。 但是这种困难和缺点,本质上不同于剥削制度,它们是完全能够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克服的。 人民内部矛盾本质上不同于敌我矛盾,也应该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 为了便于教育和动员群众,为了加强同群众的团结,领导人员必须认真注意同群众同甘共苦,在艰苦奋斗方面起模范作用。 在全国的领导人员中,不愿意接受教训改变作风的官僚主义分子总是有的。 它们既不联系群众,又不给群众以享受民主权利,按照正常方式提出批评建议的机会。 群众中有了问题,它们既不解决又不解释,甚至采取种种错误办法对待群众。 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就会把群众逼到非闹事不可的地步。 在发生这类事件的时候,党的方针应该是,一,允许群众这样做,而不是禁止群众这样做。 因为第一,群众这样做并不违反宪法,没有理由加以禁止。 第二,用禁止的办法不能解决问题。 第三,有些理由不充足,有违法行为的群众闹事,固然是坏事,同时也是好事。 二,因为党可以利用闹事的过程教育干部,克服官僚主义,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并且帮助群众分清是非,提高觉悟,从而使人民内部矛盾得到一种调节。 如果群众中有坏分子从中煽动,也可以使这种坏分子在斗争中暴露和孤立。 二,因此,群众既然要闹,就应该让他们闹够,不要强迫中止,以便使群众在闹事的过程中受到充分的教育。 作为补偿平时思想政治教育缺乏的一种手段。 但是,必须劝告群众,不可采取违法行动,如打人、官人、破坏公共财物等。 如果发生违法行为,应该采取适当方法加以制止,防止扩大。 但是,除非发生重大、破坏行动或者其他严重违反刑法的行为,不得捕人,不得以军警包围或者以其他方法使用暴力。 三,对群众在事件中提出的要求,应该同群众按正常方式提出的要求同样对待,即是接受其中正确的可行的部分,对目前做不到的要求进行解释,对不正确的要求加以批评。 四,对行为极端恶劣,引起公愤的官僚主义分子,应该给予应得的惩戒。 四,在事件平息以后,应该认真地对干部和群众进行教育,一面健全民主生活,一面提高群众觉悟,以达在新的基础上,增强人民内部团结的目的。 对于闹事群众中的领导分子,如果行动合理合法,当然不应该加以歧视,即使犯有严重错误,一般也不应该采取开除办法,而应该将他们留下,在工作和学习中教育他们。 对于抱着恶意煽动群众,反对人民政府的坏分子,应该加以揭露,使群众彻底认识他们的面目。 对于这些分子中,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应该给予适当的处罚,但是不应该开除他们,而应该不怕麻烦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改正错误。 至于确实查明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和严重违反刑法的凶犯,则应该分别情况,依法办理。 3月28日,毛泽东前往前唐江上游的果园视察,在途中查看了庄稼的掌势。 1957年4月3日中午,毛泽东驱车来到杭州市郊解放军某部营房。 指导员王宝善以为是哪位首长来检查工作的,就跑上前去迎接。 待他见到来人是毛泽东,心里猛的一跳,就愣住了。 毛泽东握着王宝善的手,亲切地问,同志们正在开饭,是吗? 是,刚刚开午饭。 王宝善立刻回答,毛泽东让他领着查看了士兵的宿舍,看看床铺和褥子。 战士们听说毛泽东来了,都端着饭碗,拥到食堂门口。 毛泽东一路向战士们招着手,走进了食堂,端起一盘菜,看了看,问身边的战士每顿的菜够吃吗? 战士们争着说,够吃了。 毛泽东又问,每天的伙食费多少钱? 是四角二分吗? 是四角二分。 毛泽东向战士们招招手说,同志们吃饭,吃饭吧。 说吧,便向食堂外走去,在火房门口正好碰上了炊事员顾炳福,他握着顾炳福的手说,啊,你是大师傅,辛苦了。 顾炳福激动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含着热泪笑了。 此时已经十二点多了,毛泽东和战士们挥手告别,战士们热烈鼓掌,欢送毛泽东。 此后,毛泽东登了江军山,并去高甲外马家屋村看农作物,又去视察了浙江省军区的一个游库。 4月4日至6日,毛泽东连续三天,在南平游泳池召开由江苏、浙江、福建、安徽、上海四省一事有关负责人参加的关于思想动态的座谈会。 参加座谈的有陆定一、谭振林、柯庆施、魏文博、曹迪秋、刘继平、石西民、江卫青、刘顺元、刘子健、陈淑同、于克、方矣、江华、林乎佳、宇智仙、叶飞、徐玉清、杨文卫、曾希胜、黄炎、吴文睿、李丁、李继祥。 现江座谈会的记录抄录如此,石西民、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少数人说,共产党放长限调大鱼,要看看市委的态度。 毛泽东要让人家批评,一点不生气,然后去分析。 现在知识分子像惊弓之鸟,怕得厉害。 他们要看一看,他们是一定要看的,可能看上一二十年,二十年以后也还是要看的。 我们党内同志也是要看一看的。 如致病救人一条,过去犯错误的同志也是不相信,经过七大到八大,做了许多具体工作才相信。 三反反出那么多老虎,后来百分之八十都降下来了,一百元以下的就不算贪污了,太多了嘛。 一个人搞百把块钱,一试就完了。 无反开始也到处是坏人,后来捂了一分,打击面就小了。 总之,共产党的政策要让大家来考验,领导者也要受被领导者考验。 实习民,党内有一些干部说,现在搞百家争鸣不是时候。 有的认为,百家争鸣与千百倍的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相矛盾,重大政策的传达要求先党内后党外,一下推开,赶党难办。 毛泽东八大已做了结论,大规模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正是时候。 党与非党之间有堵墙,墙不拆,如何争取群众? 什么叫政治思想工作? 政治思想工作是为了争取群众吗? 不考虑争取群众,谈不上政治思想工作。 现在党与非党之间有条沟,而且很深。 我并不是说党与非党标有界限,应该有条线,混起来不好,但是不应该变成鸿沟,脱离群众。 党内党外一起来好,这样快就把许多人推上政治斗争舞台,不然两三年也不得解决。 现在党外传达很快,党内反而迟,报上也很少反应。 回去就要批评人民日报,是什么人的报纸? 实习民,有人提出报上开展百家争鸣,要有五个条件,必须有领导,有选择,有准备,有说服力,有利。 有人不同意这种说法。 毛泽东这么多条件,叫我也难办。 领导要有,搞方向就叫领导了,但不要干涉过多。 有领导是肯定的,但毛病一点不出,难。 有选择,也会选错的,准备他有错。 有准备是对的,也不能准备的那样周到。 有说服力很对,这条比较具体。 有利,看怎样讲,什么叫有利? 百花齐放有利,还是一家独放有利? 这几个条件都很难办,但是不要教条主义。 实习民,有人说,电影要力争香花,避免毒草。 有人认为,这个口号不妥当。 毛泽东,毒草怎么能够避免? 我们是不怕毒草,而且也难得分辨香花毒草。 人们不是以毒草面目出现的,谁会说自己是毒草? 其实,毒草也不那么多,似毒非毒的多一些,这是中间人物占多数的缘故。 对片面性问题,只能要求逐步有比较多的人使用辩证法,比较能全面一些看问题,少一些片面性,而不是立即要求党内党外人士都避免片面性。 凡政策性问题,党内讲的都像他们讲,缺点也像他们讲。 我们讲了自己,这样就好讲他们的缺点了。 人总有懂得与不懂得的矛盾,马克思也是如此。 以知与未知的矛盾,工作做好与做不好的矛盾,永远存在。 我在上海市第四次讲,已经比较完整了,你们上海还提出这么多批评吗? 话也难讲啊。 你们在省里,不要认为讲一下,人家就举双手。 哪有这样简单? 李斌,安徽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有的干部听了传达后说,现在事情难办了,不好好学习,干不下去了。 毛泽东,不能靠历史吃饭,不能靠威势吃饭。 要以礼服人,不能以礼服人。 礼不足,不能服人,势力大,也不能解决问题。 以礼只能服敌。 敌人是不和你讲礼的,你跟他讲礼他不听,他只讲礼。 对人民只有说礼,只要没礼,不管势力多大,资格多老,也输了。 因此,给我们一个任务,要研究,要学习,要教育我们的干部和党员靠道理,靠学问,别的都不靠。 这一点要进行广泛的教育,干部靠资格,靠势力,是很危险的。 李斌现在民主党派在学校中发展成员很积极。 机关中有的党外副厅长想参加共产党,民主党派拉得紧,自己不愿参加,叫老婆参加应付应付。 毛泽东知识分子应吸收一批进党内来训练。 争取三分之一的知识分子入党,以加入民主党派的也可以跨党。 只有民主党派的主要骨干应劝他不进党。 知识分子入党条件不能太高。 现在指定谭振林、陆定一、安子文三人负责,最近开一个会,总结一下知识分子入党的经验,定出发展要求。 这里有个政策问题。 如不争取一批人入党,将来无人去做争取知识分子的工作,对我们党团结大多数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工作的总方针不利。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争取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开放的政策,而组织上是关门的,这不行,不协调。 当然,也要稳步地吸收他们参加。 李斌高等学校里传达了主席的报告以后,有的党外教授反应,想向阅里党员、领导干部提一下意见,好改变一下过去有些距离的情况。 毛泽东要改善共产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 与知识分子不能共事,这是什么作风? 不与知识分子接近是宗派主义的作风。 主要原因不是他们,是我们,是第一书记。 第一书记不仅要抓思想,而且要看各种文章,要看哲学、历史、经济、文学、逻辑、艺术方面的文章,自己这方面的知识要逐步增长起来,兴趣要养成。 有人插话,工作太忙,忙,就应该把其他事情让旁人多搞一些,多抽出些时间抓思想工作。 思想工作是灵魂吗? 这就抓起刚领来了。 刘子健,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扬州地委政法部长说, 不久以前,太兴有人闹事,补了六个人,开始准备分别判处半年到两年徒刑,现在看判得不大。 毛泽东,我的讲话有这么大的影响。 你讲的这个材料很好,看来还是要讲一讲。 一听到闹事,就想到敌人,就实行专政。 阶级斗争搞惯了,将对付反革命的办法,用到闹事的人民身上。 过去在革命的时候,我们和人民一起,向封建势力,要民主。 现在我们胜利了,自己掌握政权,很容易强调专政,忽略民主的一面。 刘子健,有些人听了人民内部有矛盾以后,大吃一惊。 毛泽东,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不是讲过了吗? 为什么要大吃一惊呢? 贫农,下中农,中农,富农,不是有矛盾吗? 刘子健,总的看来,目前干部中左的情绪是主要的。 毛泽东左的倾向是历史上留下来的影响。 因为过去几十年来,都是搞阶级斗争嘛。 刘子健,民主党派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很满意,认为这样加重了自己的责任。 只是觉得,共产党对他们提意见少,成了单方面的监督了。 毛泽东对民主党派要讲真话,对民主人士要更积极一点。 要说的就说,有缺点就向他们提出来。 这样比若即若离好。 当民主人士,也有一大苦楚,不是愿意当的。 要看到的看不到,要听到的听不到,共产党的底摸不到,又是有之无权。 所以我说,党与非党要有一条线,不要有一条沟,要打通它。 六亿人口同舟共济吗? 开会让他们一起听,他们就放心了,更加靠拢了。 见了面,也可以讲一点党内的缺点。 打破党内宗泰主义的状态,克服不学习的现象,克服不虚心的现象, 我看很有必要。 刘子健在学习主席讲话中,有人反映,八大决议指出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社会制度同落后生产力的矛盾, 现在又讲人民内部的矛盾,对这几种矛盾的关系,不知怎样才是完整的认识。 毛泽东八大决议关于先进生产关系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说法,是犯了个错误,理论上是不正确的。 有的同志说,所谓落后的生产力是与外国比较的,是与将来比较的。 为什么要与外国比呢? 与外国比有什么意义呢? 有矛盾是指生产力本身由落后到先进。 生产力怎能与外国比呢? 我们的生产力与苏联、美国比是落后。 比中国怎么能说是落后呢? 比蒋介石,比1950年不是先进了吗? 有些同志说这是与将来比的,将来有一万万东当。 那是将来的事情吗? 如老科,纸科竞师,比者住十几岁的时候衣服很小,现在穿就发生问题了,在当时穿起来是和身的。 所以不能这样比,这样比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 这个错误如何纠正,请大家想办法。 刘子健主席说的一千年,一半年以后还有革命,这如何解释? 毛泽东这个问题我说过,但还没有肯定。 录音一,有两种革命,一种是改变生产关系的革命,一种是一个社会制度内部的革命,如中国封建制度内部多次革命,但生产关系并没根本变化。 主席讲的将来的革命,可能是指后一种革命。 毛泽东,不。 我讲的革命不是你讲的那种,是讲的改变生产关系的革命。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有矛盾的。 现在的生产关系是集体所有制,是国家所有制。 一万年后生产关系总要改变,最后要以地球为单位,不是国有化,而是球有化。 当然,总不会回到剥削关系。 剥削是生产不足的表现。 与之先浙江省委宣传部长、党外的人士听了主席的报告之后都很兴奋。 毛泽东,党外兴奋,党内呢? 与之先,我们准备五月开宣传工作会议。 毛泽东,有没有党外人士参加? 县里来不来人? 对陆定一,我们的宣传工作会议,为什么不报道? 有党内外人士都参加的会议,为什么不报道? 最高国务会议一声不响,宣传工作会议还不响。 人民日报对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一声不响。 与之先,我们检讨过去对陈其通等同志的文章,陈其通、陈亚丁、马寒斌、鲁乐于1957年1月7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极点意见, 批评了他们认为是违反党的文艺政策的倾向,笔者注,有同感。 毛泽东,陈其通的思想,恐怕代表了党内大多数,90%。 所以,我这个报告毫无物质基础,与大多数同志的想法抵触吗? 与之先,我们思想上总想极力避免赌草。 毛泽东,这是不可能的。 科兴师,赌草和错误的东西,批评不批评。 毛泽东,你们不是已经批评了吗? 赌草要让他放出来,批评要有说服力,看清楚了就薄,看不清楚的就等一下,不要慌。 但是不要等太久。 与之先,党外人士对我们的肃反有意见。 毛泽东领导要经得起考验。 现在党外情绪高,党内大概会先低后高。 任何一个方针、政策都不是哪个人一讲就行的,零不零,要经过考验。 倒解决了一些问题,取得了经验,看到这个方针灵了,情绪才能高起来。 过去教条主义者说,自己是100%的马克思主义,当时俘虏了一些人,经过考验就搞清楚了。 应该让干部在工作中试验试验。 党的任何一条方针都要拿到群众中去考验。 江华,浙江省委书记,党外人士问,从最低干部到最高领袖,最高决策,能不能批评? 毛泽东宪法有规定吗?让他批评吗? 六亿人口中所有有缺点的人,不管关有多大,都可以批评。 讲对了就接受。 讲的不对,如果没有害处就算了。 徐玉清,福建省委宣传部长,报社组长以下要求放,便委会有顾虑。 毛泽东,我的讲话还是有群众吗?组长以下还是主张放吗? 徐玉清,报纸工作,群众的要求与党委的要求有矛盾。 毛泽东怕人家批评怎么能办好报纸? 人家提提意见,有什么不好? 文教,报纸,贪污,戏剧都是教育人民的工具,要经常教。 不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报纸,学校,戏剧,各地无人管,这种现象不能再继续下去。 你们,书记,管得太少了。 徐玉清,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批评我们的大学,有三个缺点。 一,行政机构太大,工作效率太小。 二,用领导机关的办法来领导学校。 三,党员干部水平不高,党员的优越性在大学里看不出来。 毛泽东,是吗?在大学里,我们就是没有优越性吗? 要把接管大学的人调出来。 要真正配备一个队伍,包括中学赛内。 我们有些同志靠摆架子,不摆又没有办法。 没学问,要做官,就要摆架子,吓唬人。 大学中原来区的干部只能留下一部分,留下有用的部分,主要靠重新配备队伍,办法是把教授吸收入党,重新配备队伍。 现在要早做准备,多吸收些教授入党,不然外行不能领党内行。 叶飞,福建省委书记,大家对主席的报告反应很好,都觉得启发很大,但许多问题一接触,实际就又不通了。 如对人民闹事,让他闹够,很多人就想不通。 毛泽东对于党外党内人的意见,都不能采取一下子顶回去的办法,要采取分析的态度,不然会犯错误。 有人说,赵超购的新民晚报,是黄色报纸,我在北京就看了一下,我看,不能说是黄色报纸,我看还不错吗? 有人说,我们不能领导科学,也不能一下子顶回去,要分析。 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 一装,人家就说你水平不高,进步不快了。 自己不讲,人家还是要讲的,自己主动讲,不是更好。 相当多的党外话是对的,他们讲话是考虑过的。 有的讲的不对,是不了解情况。 有一部分要分析,有一部分要接受,绝不可一下子顶回去。 如果采取一下子顶回去,就会处于被动。 有人提出,培养年轻人的问题。 毛泽东,赤壁之战,成土四十多岁,周瑜二十多岁,成土虽是老将,但不如周瑜能干。 大敌当前,谁人挂帅? 还是后起之秀,周瑜挂了大都督的帅印。 4月7日下午一时,毛泽东要返京,出发前,他乘直升机,要看古月、杭州、大地。 后来提笔书写刘勇的《望海潮辞》。 从直升机下来,毛泽东登上专机,飞离杭州。 4月9日,毛泽东回到了北京,他找来胡乔木谈话。 问道,人民日报,为什么不宣传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 只发了两行字的新闻,没发社论,以后又不宣传。 为什么连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新闻也没有发? 结果,文汇报、新民晚报和光明日报把旗帜抓了过去,大名大放。 真是百家争名,唯独马克思这一家不明。 毛泽东说,我在南下视察时发现了这个问题,感觉很不妙。 预知如何处理人民日报的问题,请看下一张。 东方蒙曰,毛泽东在1957年4月4日至6日,南平游泳池召开的江苏、浙江、福建、安徽、上海四省一事有关负责人参加的关于思想动态的座谈会上说,回去就要批评人民日报,是什么人的报纸。 他还质问陆定一,我们的宣传工作会议,为什么不报道? 有党内外人士都参加的会议,为什么不报道? 最高国务会议一声不响,宣传工作会议还不响。 人民日报对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一声不响。 4月9日回到北京后,毛泽东又对胡乔木说,人民日报为什么不宣传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 只发了两行字的新闻,没发社论,以后又不宣传。 为什么连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新闻也没有发? 结果,文汇报、新民晚报和光明日报把旗帜抓了过去,大鸣大放。 真是百家争鸣,唯独马克思这一家不明。 我在南下视察时发现了这个问题,感觉很不妙。 事实上,自从进京以后,出现剥削有功论, 特别是在新中国建立以后,党内高层在前进中的不协调步子, 在大合唱中的不协调音符就时常出现了。 究其原因,除了认识问题以外, 最根本的还是由于他们搞革命的初衷是不尽相同的。 因此,这种不协调以前经常有,以后还会继续出现, 甚至是愈演愈烈。 不信你就往下看吧。